小人 狗 瞧 老人 狗没了 狗还在 啊 太阳进来了 我也该起了 出门跑步 洗水减肥减到今天 好吵 我已经有点疲了可能自己 还有整整两周的时间 也就是14天 我现在 其实 早上脱了衣服 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 觉得已经 身材有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 反正肩50斤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就 还有差不多两公斤的距离 离40斤 所以 我觉得可能如果我要不 给自己一个 稍微 具体跟明确的目标 我可能我就这 两个礼拜 就想这么 躺试过去 实在是 已经 懒得运动 懒得 懒得来进行这些消耗了 所以今天其实起的不晚 6点醒了 又睡着了 大概8点多醒了 现在已经9点了 才迈出了打开房门的第一步 下来跑步 所以 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吧 然后继续努力一下 加油 我们现在5公里出发吧 今天跑完了好累啊 好 然后遇到最后自己一段 坚持不住了 感觉不知道是差气了还是什么 腿也疼 然后胳膊跟胸这两天练无恙 也特别的酸 有声 然后 然后 我就觉得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还有两周 加油 不说了 我现在跑完不坐在这个小桌子上 这里有一个日出 有个小饭团 还有小人 狗 瞧 老人 狗没了 狗还在 虽然我知道这样很不好 但是我今天要尝试一下 那腿上太多猫毛了 看这是之前 也太爽了吧 好干净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到这瑜伽教室了 没有别人就把口罩给摘了 然后我手机好像就剩9%的电了 所以我估计大伙路不全 就稍微的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要做臀腿和腹肌 然后看看能路多少路多少吧 好 就这样 可以啊 9%撑到了最后 好了 不说了 手机快没电了 肯定回家了 不好意思 夏天到了 我买了满车的无糖饮料 好